从塑化剂到毒淀粉 还有新发生的义美产品 这个延长保存期限的事件 怎么现在的食品 举目望去这么多的工业原料和添加物呢 虽然说吃了也不会造成 立即性的身体重大伤害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绝对对身体没有好处 那么长期吃的话 难保没有医学上或者是科学上 未知的病变出现 业者到底是什么心理 而消费者又有什么权益 我们该如何自保呢 今天电影台时间我们就来谈谈 来宾是联合报资深医药记者魏欣欣欣欣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一看到这些食品出问题 很多媒体就赶快说了 黑心食品 黑心业者等等 可是很奇怪就说 不管是这个毒淀粉做的关东煮 还是说像今天这个义美 他出的问题说这个小泡芙 吃的可能有过期的问题等等 可是专家都告诉我们 没有那么可怕 不会吃了立即出人命 那么究竟算不算黑心 厂商的心态到底什么 为什么要添加这些东西 我先讲一下 就是今天食品药物 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 针对就是 义美小泡芙这件事情 他其实已经有一个定调 他就是跟媒体说 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 对 他讲他用犯罪行为 那事实上是没错 他违反了食品卫生管理法 第十一条 其中的第八款 是说产品里面不能够有过期 就是预期的产品 他违反了这一条法条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犯罪行为是没有错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在法律上 对他行为的界定 那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面 我们会觉得 我们用黑心这两个字 那可能是反映民众的想法 觉得说 这个厂商做了不该做的事 他可能做了一些 就是让民众 对他的信赖会受到影响的事情 所以我们称他为黑心的厂商 对 那我想这一次 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那一美也出来公开道歉 这对他们的信誉来说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 对 我们印象中 一美一直都是一个 优良的厂商 我们都觉得他的产品 非常有保障 那现在开始 他重新要建立消费者 对他这个信赖 会花可能 可能势必要花上一段时间 很长时间 重新挽回民众的信任 对于信誉的伤害 其实真的是很大 刚才提到这是犯罪事件 听起来觉得很严重 那到底业子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对 就是我在想他这边 就是要省钱 省那一点物料 过期的 想要再继续用 压低成本吗 我想这两个因素 可能都有吧 那刚刚我们同事 采访过来的 那个新闻也告诉大家 就是决定要这么做的人 他认为是认知 他觉得我这个原料 虽然过期 但是我也有经过冷冻 所以他的使用时间 是会比较长的 那这个是他对于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的 一个解释 但是无可否认的 就是他用了过期原料 就是过期原料 我觉得这个心态 应该很容易理解 就像我们如果 家里放了个什么东西 买了个东西 忘记吃 放在冰箱里 过了保存极限 要丢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好心疼 对 就是 这次我花钱买了 现在没有吃 就要把它丢掉了 那对于这么大的厂来说 他绝对会有 成本上的考量 对 那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原料 在他的认 如果我们往好处想 他不是故意的 他在他的认知里觉得说 他觉得还可以用 所以他就把它用上去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对一个大厂来讲 我们的期待不止于此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 不管他是故意的 还是说他是 他是不小心的 这都是一个 我们现在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如果他在这个食品 原料的成本上面 斤斤计较的话 那么民众或者消费者 就会对要不要买你这个产品 也斤斤计较起来了 对 没有错 是